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先吃 我都跟着我来洗碗了 我都跟着我来洗碗了 我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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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这来不及了 怎么了 你今儿别去了 我这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呀 心里头 心里头不舒服 怎么又不舒服了 我这满脑子都是 杨树跟咱那前老婆 你说这余洪水 还要把遗体给捐了 这不冲着我吗 都是 妈 你别这么想啊 你要这么想 我怎么想啊 这不冲着我冲谁啊 不是 你要这么想 这日子怎么过呀 你说是不是 他捐就捐呗 这跟你没什么关系 好吗 反正我今天不舒服 你请假吧 你又让我请假 我这一个星期 都请两回假了 再说我这还不是正式的 这老请假 你 你慢点儿 你听听 这能离开人吗 要不然我给你好打电话 我让你好过来 别别别给他打 别给他打 他刚上出版社 你上班去了 别别打 你行了 就这么着 妈 你有点偏心眼了吧 你看 叫自己女儿 你不乐意 你叫我 你这请了多少天假了都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这偏心 我偏谁啊 我偏你 我才让你留在家里头 我偏要给他治出去干吗呀 你别急 我这儿跟你开玩笑还不行吗 你急的 你别跟我这时候开 你听听 开玩笑干吗呀 我都死的心都有了 这会儿别开玩笑 不是 你说我什么刚才 我 我什么都没说呀 你真相暴露了 你这不愿让我在这儿待着对不对 不是不是 我发誓我什么都没说 所以我婆婆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不讲理 任性 霸道 老把人往坏了下 我真拿他没辙 你们这都什么呀 这食堂 还不如我们医院的 你看看 什么西红柿炒鸡蛋 大菜花 连个肉丁都看不见 我才跟你说我婆婆的事情 您能别老惦记着吃吗 对了 你们这儿住那么多老干部 是不是送礼人特多 收红包了呗 没事 跟我说说 我算老几啊 我一小护士 我敢收红包吗 就是人送人也不会送给我 我最多捧把花回家 跟我还保密 什么给你保密啊 这要送了我肯定告诉你 没有 人看不起我 真是 我又不给人开刀 不过我现在发现真是 这在台上台下就是两码事 这台上从下午两点开始 就开始来人了 络绎不绝送烟送酒的 都变成那样了还送烟呢 到晚上九点钟赶都赶不走 好 那他下了台的 也就加鼠佩佩 最多加一看护 真是两码事 这是两码事 所以我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当初杨树死活 要当官 这当官又不当官 就是两码事 不一样 可惜杨树是过世了 他要不过世的话 我婆婆也不会跟我住 我都开始同情你了 你给我想想办法 你别光同情我呀 想什么办法呀 我婆婆呀 我怎么 怎么给她处理好了这事 大姐 你没搞错吧 我还没嫁呢 你问我 不过我听你这么说 我发誓 我这结了婚 绝对不能跟婆婆住一块 这婆婆跟媳妇就是天敌 那我怎么办啊 我 我这情况 我能不住一块吗 我发现你这婆婆 还真够作的 那你就比她更作呗 这叫以作制作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作犯贱 我必更贱 我比她还作 对呀 你别闹了 回头我们俩打起来 余飞还不把我修了呀 真是你 成心的吧你 那你就当看不见这人呗 家里不存在 他说什么你听不着 做什么你也看不着 眼不见心不发 我能看不见他吗 我看不见他 他看得见我 一样把我递了起来凶化 没用 你这样吧 智取 真不智取 那怎么那么笨呢你 你知道老人喜欢什么吗 就喜欢听好听的 你就说点好听的 哄着他高兴了 什么事还不都顺着你了吗 根本不管用 别说说好听的 我还唱好听的都没用 婆婆不吃这一套 那我就没辙了啊 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自己想办法吗 那我找你来干嘛的呀 你给我吐吐吐了 你刚吃什么都给我吐出来 你耍赖吗你这不是 我还真有一好的 但你不行 你的经济能力承受不起 你说 真特好 但这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 是什么地儿啊 超豪华 五星级黄昏格 养老院 对呀 养老院 对呀 养老院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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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你什么脑袋 你给我出这馊主意 喂 你还别看不起 我告诉你 这还不是一般人 想进就能进得去的 你知道当初我奶奶 排多少时间对吗 两年半 至于吗 你以为呢 那不好进那地儿 为什么呀 我跟你说人家那配套设施 人家那房间 所有的都是豪华套间 一个老人派一个管家 一个保姆 一个护士 你有什么事 二十四小时有人陪护着呀 这么多人伺候一个呀 当然了 要不然我说你这经济能力 承受不起的 跪着呢 而且你把它放在那儿 你就不操心了 你像你俩平时都不在家 万一他们要的有点什么事 你着不着急 你慌不慌 哥在那儿没事 生了病有人照顾着 出点什么危险都有人管着 多好啊 等于是豪华宾馆和四季 私家医院哪儿二合一啊 你说对了 私家医院豪华宾馆二合一 真有这么好的地儿 当然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等着 我就攒钱 我老了以后 我就去那儿 哪儿也不去 谁也不要见 谁也不用伺候我 行行行 你快把电话号码给我 不是我给你没用 为什么呀 没穿位了 你逗我玩呢 大姐我这不为你好 帮你想吃 赶紧吃饭回家去吧 行你别生气你急什么 我这不给你想招了吗 你这样吧 你给我点时间 我让我奶奶 找那大股东聊聊去 他们熟天天给一块挫麻 我跟你说不给你事 你现在就给我找去 你奶奶打电话快点快点 别吃了别吃了 都跟我上了我去打电话去 你着 着什么急 我一会儿给你 你让我把饭吃吧 你不喜欢吃的饭走走走走 你太霸道了吧 你这人哪有这样啊 你说吧 今天 我就这么跟他说 我说我呀 这胃也不舒服 老大阁 你请会儿嫁 好家伙这儿了不他 挂脸子了 你知道吗 你说我现在孤狠伶仃的 我一看他这样 我就觉得是想赶我走呗 别在意妈 他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经常挂脸子给我看 没教养 不是 余航你能不添油加醋吗 添什么油加什么醋啊 不是 那你添加什么油 你不添添油吗 妈妈怎么不好了 怎么不好了 怎么不好了 我妈我跟你说 豆豆是因为她有事 你知道吧 你就是听她解释吧 我跟你说 你听我跟你说 就是女的不能惯 你越惯她越来劲 这最后就是等于 轰我走 了事 不是 妈 不可能 咱绝对不敢轰您 她要敢轰您 我跟你说 我立马要跟她离婚 我让她走人 我也没这意思 我不是说你离婚 你知道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跟她说说 劝劝她别挂脸子了 我受不了 听见了没有 哥 你跟她说也没用 她跟豆豆是一个鼻孔出去 不是不是 余豪你能不挑 还是 你能挑什么 妈她老 你不是 你看 妈 你跟她老欺负 这你挑 就是她自己闺女还行 她儿子又隔一层 隔一层就是什么 她胳膊肘她不朝你这儿弯 所以现在我就比较难受 这房子本来是咱们的 现在弄得夹上了 喊我住别人家似的 不是 不是 妈 您听我 我跟你 我是说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您也到我这儿出来了 是吧 那个余豪也来了 对吧 你说 你说你们 你们老这么 也不 我不是说您 就是老为难豆豆啊 您就老说 我这瘦三加板啊 您一板 她一板 我豆豆在一板 那我让你当三加板 没有啊 那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咱都在一屋里住点 你甭这么绕 你这么绕绕绕绕绕去 没什么用 你什么话直说 我不是 妈 我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您看啊 您从小把我抚养长大 是吧 这个后来我就结婚了 我娶了毛豆豆 也就是说我 我后半辈子 我得跟豆豆一块儿过 当然我不是说 我不笑着您 不是不是 你给我妈 不是不是不是 都甭管我 就是我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都在一个屋檐下 是吧 就妈您冲我 就您您退一步 是不是 余豪余豪你冲我 我是你哥 你也得退一步 对吧 豆豆 豆豆回来 一会儿趴回来 我直接饭不能吃 拉屋里头 我认真真的 我非常严肃 我找到谈 以后你毛豆豆 大敢跟您掉脸子 说了您拜听的话 你让我听见了 只 回来了啊 豆豆 怎么这么热 回来了 快快吃饭 不用说呀 饭菜都做好了 请吃 妈 你别这么说 我忙去 我忙去给你拿资料了 你看 什么资料 你看 黄森阁 杨老月 杨老月 妈 我跟你说 这不是一般的杨老月 超级豪华 五星标准 老人冰鬼 不是不是不是 你就别别别别 余伟你别别 余伟你什么 余伟你坐这儿 我想听 坐这儿 不是不是不是 你听我说 你先听我说 妈你要是去到那儿 你一定会喜欢的 特别棒 我这下午去了 特别好 创名景气 而且特别温暖 你知道吗 那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圈子 不同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 你知道吧 比如说老师吧 老师都住这二层 好交流啊 然后有三层住的什么的 就是唱歌的呀 跳舞的呀 还有一些搞文艺的 都在这层 你知道吧 我是卖家具的 有一层专门是退休的工商人 是住那儿的 就适合您 这交流起来 有共同语言 你知道吧 不是你那个都吃饭嘛 都都都吃了 喝喝吃吃凉了吗 不是 你听着 不是吃凉了吗 我忙活一下午 好不容易你让我说完 说完再吃 不是 妈 你听我说啊我跟你说 特别特别忙 你想象不到的好 整个室里边 只有这一个 你知道吗 二十四小时贴身保护 一个人一个 跟外界不搭肝 没有别人在使唤他 还有我跟你说什么 二十四小时热水 还有专门的营养师 按摩师 保健师 连医生护士 我跟你说 理疗中心全部配齐了 还有吃的全是绿色的 多少钱 你先别提钱了 我跟你说 根本就进不去 我跟你说 打电话预约 我跟你说得预约半年哪 才能进去 结果特别巧 白雪就把我张罗这个事 一下我可以找到他们的高管 巧了 正好有个人死了 你让我去顶他 不不不不不 不是 不不不 我跟你说呀 就没这么巧的事 鱼卫 他想让我死 不是你说说是什么 不是 他不是说让你死 就是这意思 不是不是 不是这意思 你听我说 你找到耳朵没有 你找到耳朵 你就应该听得清楚 是不是 我就听去了 行了 现行 我上班 不是 骂我 我骂我 骂我 我神气 怎么了 你找到耳朵 我才能听得到 不是 是 是白雪帮我联系的 白雪说那天要 真的特别好 你要去看了 特好怎么不让你自己的爸妈住过去 我爸妈不是有判梅丽照顾吗 我妈不是有你照顾吗 我现在照顾不了 现在动不动让我请假 我根本就不能再请假了 我这还不是正式的 你怎么想出这么恶毒的招吧 这恶毒吗 我觉得这太正常了 这老人进养老院怎么不好了 有人照顾 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管 这要我老了我就进养老院 再好那也不是家 豆豆这么说话吧 这太不像话了 这这太照您生气了 妈 您别生气 您 我 我得问问您 你们俩传过好了是不是 没有啊 妈绝对没有念过好 我跟你说其实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临睡觉之前 我就跟豆豆说 我说我这一辈子 我说我最大的心愿 我说我就希望我妈 我说后半生就这日子 过得甜甜美美的 过得好 说过得快乐 豆豆就跟我说 说那行了鱼妹 那我知道了 不是妈 妈您别 您别哭您别生气 我就说好好笑着我妈 我就想让您说 后半生那日子过得好 完了呢 那个豆豆就说 说那那行了 说那你这事 你就交给我办嘛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然后早上的时候呢 他就走了 到中午就跟我通一电话 我就问他 我说你在哪呢 他说我在一个五星级 特别大的一个 五星级黄昏阁 那也是黄昏阁呀 不 不是 我跟你说鱼妹 什么叫黄昏知道吗 我知道 黄昏就是天快黑了 人就是快死了 这意思呗 不是 不是妈 我跟你说吧 就是 就总之豆豆她这么干呀 我跟你说吧 就太不像话了 太伤您心了 就这个其实我跟你说妈 就是其实从 主要责任上来说呀 这这事也确实怨我 是不是妈 您看您 您从小您就跟我说 说妈将来老了不行了 说我死得不住养老院 我也跟您保证过 我说妈您放心 我只要您儿子 这辈子好好干 我我绝对 我绝对不能说 让您住养老院 我把您送到养老院了 我这就是大不孝 所以妈 我就赖我 我就是没跟那豆豆 反复强调 反复沟通好这个事 但是我我现在想 就是我昨天晚上 我跟豆豆这么说 这豆豆呢就是什么 那就是傻 就这缺 他就是一点形了 就好心就办了坏事了 甭来这套了 好心办坏事 好心能办出这事来 你以前什么人住养老院呀 我二五女 顾刚老人 现在什么人住 就是说我没收入了 完了以后也没地儿住 我是没儿没女 我还是没地儿住 不不不 咱这房子是 我有居住权没有 有有居住权有有有 他好心 好心怎么不让他 他妈住去啊 我妈我明儿 我就让他妈他妈 住那黄红阁的 那不行 我住那黄红阁的 就是妈我我今天 我我全都看明白了 就您现在那种状态 是吧您是真动了气了 那您儿子就剩了一条路 是不是 如果说让我在我母亲和我媳妇 做出一个选择的话 我余位毫不由于选择我母亲 妈您一句话 我这就跟 我就跟逗逗 我就跟她理解 但是妈我觉得您没 因为这么点事也不至于 是不是 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小辈的 她确实好心办了坏事了 何况这事里边还有您儿子 我觉得您能给一个机会 是吧 我这就叫逗逗 我就到这屋里 逗逗就得好好的 就得给您认这错 是吧 就过来就跟您说 说妈这事我就办错了 我好心办了坏事了 说您多端待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然后您就说 您只逗逗鼻子 您就说说 我告诉你毛逗逗 是吧 我全看我儿子余位在面子上 给你这次机会 以后看你表现 然后逗逗怕有机会说 妈要谢谢您 给我这次机会 以后您全看我的 然后妈您摆一钢子在这 行了 这事就算翻篇了 我就得叫逗 马上的逗给您认错 傻了吧你 错了吧 不是 你能 你能不老吃吗 你把你饭 这有什么好吃的 没吃饭 没吃饭就吃这个 不饿 吃了下去吗 我就刚才的饭粥 我就那么拉你 那么拽你 还跳脚说 那么拉我 那么拽我 那我拽没拽你啊 那我 你要觉得 我不该说这话 你把我 你把我拉房间里说 行不行 你说逗逗我们走 我跟你有话说 行不行 我妈在那儿 我怎么拉你 你诚心看我出丑 那我错了是不是 就你错了 我跟你说 从小我妈就告诉我 就一直跟我说 说死都不需要老院 你你啪一下说过去了 口口之前 我还跟你说了 等等等等 不是 我不知道这事啊 没人跟我说过呀 不对 我跟你说过 我说我妈不去养老院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呀 你自己摸摸你良心 你跟我说过这话吗 我没跟你说过呀 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这事 我根本不知道 你说我要知道 我能 我能把她走养老院 我疯了吗 我没跟你说过呀 你从来没跟我说过 好了 这下她肯定恨死我了 等等 那我错了行不行 我错了 我错了 但是你得给我妈认一错了行不行 我 我刚刚我在那边 我费半天劲 是不是 我终于把我妈说服了 只要你过去 给我妈认一错了 我不去 我不去 我就在这屋里待着 我哪都不去 我一会儿给你炖鸡吃吃 你少来 你就想摸我过去 过去认一错过去 看我面子 求看我面子 我害怕 不害怕 有我呢 只要你过去这样的错 就得一点头的事 是吧 以后咱们家 你永远总指挥 我永远那总干活了 少蒙啊 我就绝不蒙你 你马上就炖鸡吃 就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买什么好衣服 咱们买什么好衣服 不不省钱不存了 你想想怎么着怎么着 我给你捡肢脚 我给你按脚 我给你搓背 以后你就是奴隶主 我就是奴隶 你可无情地 那个编抽我剥削我 是说到做到 任一错我求你了 我救你妈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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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somos人 来 来了 你弄这床干嘛呀 不好说 没弄 你这个痘痘来了 来得认错来了 来 来 痘痘来了 走 这好了 这好了 你说 说 说啊 你就说 说你在那屋那个 你 你 你怎么给妈认错那话 你得跟妈再说 说 说吧 你笑什么呀 你笑什么呀 不是 妈 她那个听说 你要原谅她 就气劲而喜了 不是 我 妈 我 我知道错了 你说我不好 错在哪儿啊 不该 把你送到养老院 为什么呀 你捅她干嘛呀 我 我没 我没捅她 她自个儿抽了一下 自个儿 有把亲妈往外推的吗 不是 是不是我对你不好啊 没有 没有 我对你好 好 怎么好 挺好 你说你说那话还真说对 我跟你说 我跟外人那儿一提玩儿媳妇儿 我觉得光彩 是 是 是 每天我就上外边这么买菜去 哐哐哐提着那么多菜 我跟你说 我在路上渴了 我看着那气水 我想喝一瓶 舍不得 是吗 妈 您太辛苦了 买回来以后 把这么斜哐哐哐 这么做 我这么省着我为谁呀最后 这都是我们的 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你们 家里头传的那镯子 那是我老了给我的 十块老玉 跟我说你往下一本一本传 我没传过一号 我传给你的了 我没 不是 你那镯子吗 我没带 我怕那个 怕干活给打坏了 我就收起来了 收 收起来了 放哪儿了 我 我放我妈家了 放放她妈家了 放你妈家了 我那个什么 我那天正好在我妈家 我带着呢 然后我妈说这么好的东西 你别随便乱带着 到时候给磕坏了 就 就给收起来了 对对 就怕坏了 咱家这么大地儿 没这儿放 放你妈家 不是 那天正好 就是在我妈家 然后我妈就给收起来了 对对对 等一会儿这镯子 就给你 你给你妈了 没给我妈 不是 妈真的没给我妈 不是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不是 那行 行 我 我现在拿去还不定吗 我拿回来了 我拿回来 你赶紧的 你赶紧的 干啥 这 这儿妈其实就是什么意思 就我 这事我全都清楚 本来逗逗说放家里边 放家就搁我那柜子里 但是我老收拾我收拾我 别让 别让 你找谁呗 哪儿呢 你这么大晚上的 非得要这镯子 不会说你婆婆要要回去吧 没有 婆婆要她干嘛呀 就我那个 我有件衣服吗 不是 明天我想穿 可是手特别空 我想戴这个挺漂亮的 我就想拿了 就是想戴着玩玩啊 啊 那给你 这可真怪 别给打坏了 你婆婆好吗 挺好的 这 今儿还给我做饭了 真的啊 那以后就能吃现成的了 又喝 瞧瞧这会哄人劲的 就是爱叨叨 到处就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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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就是 只要她能做点家务活 你能减轻点负担就好 行 行了 我走了 干嘛呀 我这 我 他们都等我呢 都不陪我们会儿吧 哎呀 李徐贝还等着我呢 明天 明天白天 我走了啊 赫赫 不急 你这么着急在家 都这么坐不住 哎 你这注意点 好 请 别愤怀了 你让我来看看我们啊 你俩早点出两个人 别在这儿 拜拜 哎 注意点啊 咱们这豆豆 哎呦 真是让我省心 你这儿子要有他一半就好了 这会儿怎么想开了 那豆豆把 十几万块钱的东西都拿走了 怎么可能啊 他整天在医院里边工作 叮了咣咣咣的 磕了碰了呢 他不是说他就想配配衣服 带着玩吗 我那儿有几个假的 我就给他了 让他带着玩 那也真的 我还锁在那儿呢 你给他假的 那怎么了 这要让他婆婆看见他 怎么想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 他婆婆能看见吗 我怎么觉得这事不得对劲啊 你想啊 他早不来拿晚不来拿 今天急急火火的来拿 是不他婆婆让他来拿的 我刚才问他了 他说不是啊 他说就是 配衣服带着玩玩啊 就算是婆婆让他来拿的 咱们豆豆也不会说啊 还真是 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这要是他婆婆看见 他戴着一个假的镯子 还不定怎么想呢 赶紧给豆豆打电话 打 打着手机 让他 先别让他婆婆看见 那镯子呢 对 关机了 关机了 打他们家 我吞他 接了 喂 亲家啊 你好 你好 挺好 挺好 您挺好吧 豆豆在吗 豆豆睡了 睡了 要不然我叫她吧 没事 没事 回头再说吧 谢谢你啊 谢谢啊 我越想越不踏实这事 要不赶紧咱们把那个 镯子给人送去得了 对了 这事都怪我 你说我怎么当时就没想到啊 就是张先生您放心 就是您跟您女跑来 我们这有各种造型 有唐薄和秋香的造型 上海滩这个许文强和这个 冯正绳的造型 是吧 还有英文本色的小马哥的造型 就您都 都可以试 就礼拜五是吧 好嘞 那礼拜五上午就绝对您 我在这儿恭候您啊 好嘞 张先生 再见 不是 妈干吗啊 我 我这儿上班呢 你 你一来我这是 什么也干不了了我这儿 我这儿 我待会儿还出去呢我 你不上班我还不来呢 有些话在家没法说 什 什么事啊 月儿 我跟你说 你就记住了要试一个人 怎么试啊 拿钱这么一试 啪 就试出来了 不是 您这又试 试谁了 这又 你瞧着这个 您送豆那桌子吗 豆昨晚从娘的给拿回来了 拿回来的吗 嗯 假的 这假的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这个 月儿 你你甭跟我这样 你你对着灯你照着 你照着 你真的假的 我告诉你我送的东西我还不认识 我告诉你这你太老了 这么一边一边传下来 传到我这儿来了 这是个老玉 好东西我给毛豆豆了 给他你倒带呀 不带 不带不带吧 他倒你倒他娘家去了 你倒你倒娘家也行啊 再拿回来 假的 不不不不对 不对 妈 我我跟你说啊 我我怎么看这都是真的 你 你看啊 颜色 还有这光泽 还要就就凑着这手感 就里边 你看 这纹 纹吗 这烧边这纹 纹都一样 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这个 语伟 你懂我懂吗 您 您懂吗 我懂吗 我带着他长大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拿出去东西我不知道什么样 拿回来又什么样我不知道 不不不不是不是妈 我跟你说我就是就是痘痘啊 痘痘最近确实是 就是他不对 他总是张军生气 我我都我都说他了 我每块我都说的 但是您您他您对他心里有气 您不能问他说哪一镯子说事 就这镯子痘痘不是那样的人 他怎么可能拿这假镯子糊弄您呢 是不是 这镯子就是您没仔细看 这 这看不出来 这真正想看就得趴 拿手电筒就趴这么一照 你就甭 甭上 你这意思就是说这是真的 就真的 就您眼花了没仔细看 我告诉你说余伟 这要是假的 不是 这要是真 这要是真的 这要是 这要是 您先整准了到底真假的 这要是假的真的假的 怎么着 不是真的 我出门我怕 妈 妈呀 又又又磕呀 这行了 您您也别磕 假的 这这这假的 行行行行了吧 余伟你甭跟我这样 我跟你说 我不是说这一镯子的事 也不是说 我喊钻前眼里的 不是这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通过这镯子看出一家的人品来了 不是您您通过这么一镯子 就把人一家就又看出来了 怎么看不出来 看出什么来了 嫚子年轻她不懂对不对 她娘亲妈不懂啊 这东西拿回她就给收起来了 不是 你这咱掉一根想想 哎 余 余好要是往咱家拿东西 说交给我收 我能收起来吗 不不不不是 我不占人便宜的 不是妈我跟您说您不要因为痘了 招了您您哗哗嘀 打打鸡大骗 我还打鸡什么一大骗呀 他们家那毛疯我还用打鸡呀 结婚那么大小伙子 不在他们家接 跑你这儿接了 不是那不都过过去过去 你老提提干嘛 这是什么事啊 我丈母娘我老丈 还逗了她弟们吗 对我那都不错 对我都不错 您拿一桌 把人一家人品 余伟 你 你甭跟我这样 我跟你说我是好意 我为什么说是好意呢 你得跟毛豆子得往下过是 对 我俩得过一辈子呢 你得跟他们家人相处吧 对对对啊 你对他们家这人没有了解 你将来你得吃大亏 行 我全听明白了吗 也就这么说吧 就是这镯子要是假的 就就他们家人这人品都不灵 是实是吧 对啊就是 那这要是真的呢 不可能啊 这要是真的 就您也是有问题 要是真的 我 我他妈不是人 成了吧 不是 妈 我告诉你 您还真别自个打自个 您就这边再来一下 这镯子它该真也真的 您要不信我这么着 我 我找一专家 找一专家 啪一看这镯子 行吗 专家说话那哼 你 你能信吗 行不行 成了 这是个心域也就三百块钱吗 不会吧 不是 您 您是不是看错了 这您再拿这子 这不可能是个心域这个 不会错的 你相信我 连这个我们都看不明白 这个店就该关门了 真的 不 不会 您 您再给我好好看看 真的 这 这是块老玉 不是 谢谢啊 鱼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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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气什么呀 有什么好气的呀 你说有什么好气的呀 好好的一镯子 怎么就成假的了呢 我怎么知道啊 你妈给我我就给我妈了 我动的没动过 难不得我 行行行 我告诉你啊 我下午喂这镯子 喂你 我差点没跟我妈打起来 万一你妈给的是假的呢 你怎么就这么信任她 你不信任我呢 你怎么啦 什么怎么啦 我妈不可能给你假装吧 那我也不可能把镯子 别弄成假的 那怎么就成假的了呢 那我怎么知道呀 你那么急干吗呢 喂 干吗呀 不是 那行 我马上就回来 谁啊 我爸妈到咱家去了 爸妈 别忙了 爸妈 你怎么来了 我们也刚到 知道呀 这电话里着急忙慌的 怎么了 看看我 这孩子呢 豆豆 今天我和你爸爸来啊 一来是看看亲家 谢谢你 二来呢 我们是 来给你赔个不是 赔什么不是 赔什么不是 你妈都犯糊涂 怎么了妈 豆豆 这么回事 都是妈不好 你婆婆不是送给你一个玉琢吗 嗯 当时妈一看就是好东西 后来我就给你收起来了 关键这段时间啊 豆豆啊又当月嫂又开电梯 这不是现在又当 又当是护士了 我是怕她给弄坏了 后来我就给了她一个假的 让她带着 欣梅 你给她的那个玉琢啊 我是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我给她锁在那个保险箱里面呢 所以我怕这事别闹得误会了 所以呢我们来说说清楚 也算是给你赔个不是 不用 不是不是那个 什么意思 就说你给我这事 这样子 是妈当时跟你说一下就好了 我说王上宏外长 我说呀 人家婆婆送给媳妇的东西 你给收着算什么呀 她说了 她说这不是好东西吗 好东西得好好地收着 所以那玉琢呢我们就给 对 我们给保管着 你千万别误会豆豆 没没没 就是误会 就是爸妈就误会 就咱们就吃饭吧 不是 那个先等会儿等会儿等 先把这事说清楚 我听明白了 你没听明白 我真听明白了 就是这么回事 等于就是我那琢子 不是给豆豆了吗 豆豆给她妈了 对对呀 新门 我给她保管起来了 保管着没误会吗 后来她妈要给她一假琢子 她把这假子带回来 跟我说这是我给的 不 豆豆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没跟她说清楚 豆豆是一点都不知道 这个事 不是 那我也不知道 这事啊 不是 妈 你也真是的 你告诉我一声 你提前说给你 我还拿着这个我去鉴定 我听明白了 你先别说了 鱼贵还说我 行了 行 行 那你要弄坏了 上红 不是 我就是应该跟你说一声 就好了 不是 上红 你听我跟你说 咱们两家挺好的 别因为这么一镯子炒起来 炒起来那可真是我成罪过人 是 是 我跟你说 上红 我为什么要把这事说说呢 就是这个镯子吧 是我姥姥的陪嫁 我姥姥这个老玉 完了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传到我这儿了 传到我这儿以后呢 我见着豆豆 我喜欢豆豆 我就 我就给豆豆了 我为什么不给于好啊 我还是觉得她比于好重要 完了给豆豆说 我跟豆豆说 我说豆豆 这个镯子你戴着 这是妈妈给你的护身符 你就别摘了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玉是要靠人养 那我还真不知道啊 玉是靠人养的 你瞧瞧 这个都怪我们没见识 我们还把这个玉当宝贝似的 锁在那个保险箱里边呢 真是的 盛宏 我跟你这么说 当时你给她说 你要跟她说清楚就好了 你那不跟她说 结果完了以后 她以为这假的是我给她 最后让别人知道了 你看我真是多不合适 我现在很在乎名声 是 这都是我的错 鲜梅 我应该跟她说清楚就好了 你千万别为这事不高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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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 没有 鲜梅 我呀 我今天把这个一镯拿来了 我看啊还是完毕归照得了 我跟你说 盛宏 你听我跟你说 我给人家东西 完了之后 你 我又要回来 那我成什么人 新梅 我跟你说 这个一镯呀 就保管在你这儿是最踏实了 知道吗 千万别因为我呀 犯的这个错 弄得你们婆媳不合就不好了 不会 你看啊 我跟你说这东西 我不是给逗逗了吗 这就属于逗逗了 属于逗逗就属于你 不是 不是 那个爸爸 那个食物不咋了 就 就在这吃了 我 我炖鱼去 行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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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哪就是过来说一说 那个给亲家母子赔个不是 不要那么客气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道歉这两个字 我是一定得跟您说 行了 那个这 这俩字我收了 行了吧 行 还有一个 就是 逗逗 我要是跟你爸你妈 说说你 你不生气吧 说什么 没事 您说 您 您 您说 您说 您爸他都行 就是这么着啊 他跟我说啊 让我住养老院 就说你们说这是好还是不好 逗逗 这怎么回事啊 逗逗 这怎么回事啊 逗逗 这怎么回事啊 您说这干嘛 这怎么回事啊 是白雪说的 白雪说那养老院特别好 一般说进不去癌瘀 都想妈妈身体不好 要不然让妈妈说 我又不是 怎么跟你说的 那我 真是的 但是心梅我看这里边可能也有误会 怎么回事呢 我和她爸我们俩说过 我们俩说啊 等我们俩老了以后 我们就到养老院去 后来我们就让逗逗 我说你去打听打听 他不是在医院工作吗 这方面的消息也灵通 你是不是又多心了呀 多 多心了 这都是误会 就是说 是你们俩要住养老院 是 是我们让逗逗去打听的 所以那个你千万别误会 别误会逗逗 那个爸妈 时候不早了 就在这吃了 不不不 我炖鱼去 我这就炖鱼去 我们那医院小店有点事 那个打扰打扰了 欣梅啊 反正我们来的意思 你也明白了啊 大家都是一家人 只要有逗逗 做的不对的地方 你骂他 你打他 我们俩都没意见 是不是 哪让打他呀 那我成什么人了 骂骂也不骂 说都不能说了 你这因为什么 一说亲友灵虚全来了 是不是 今后不说了 就记住了 孩子在这儿不受委屈 不是 那个 那个 爸妈您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逗逗 行了 爸妈 我们先走吧 别送了 让逗逗送我们就行了 慢着走 赶紧歇着吧 慢着走 爸妈您放心 我一定照顾好逗逗啊 好 我干嘛 你坐上去 你干什么你 可笑吗 可笑 你是胜利了是吧 不是你看看呢 我这老张刚才我老张 这这这这这二妹 给您再激功了呢 这 你没生气吧 没事 我们没事 关键是你 这事赖你妈 你说给你弄一假镯子 弄这么大一无回 你不怪我妈 对对对 全都怪我 是怪我 可是豆豆你说你也是 你干嘛跟人家提 那个养老院的事啊 你说我们这么大岁数的人 对这个事特别敏感 她肯定不高兴 可你知道前两天我真的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 跟她相处了 而且这个养老院挺好的 白雪都说了 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 这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她弄进去 这我哪想她这样 我又没想到 再好她也是养老院呢 闺女 你自己好好想想 要是美丽给我们两个人 介绍养老院 特别好六星级 你 你怎么想 行了 你别说了 我知道我错了 没事 好好的 回去吧 什么事多为你婆婆想想 她也挺不容易的 那我走了 忍着点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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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别这样 坐下 坐下 没事 你说咱不闺女的 我觉得特别委屈